下令砍掉132名日军俘虏的头 而就是这位将领的做法 把随后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吓得魂飞魄散 这位将领就是有着桂系狼军之王称号的莫德红将军 而日本在战败以后 还曾经将莫德红将军告上军事法庭 那么莫德红将军最后到底怎样了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上述这些事都是发生在十分惨烈的胎儿庄战役中 在1938年时 莫德红奉命带着部队前往胎儿庄维祖日军 而当时进攻胎儿庄的是日本装备最精良的两支部队 同时也是日本最凶残的两支部队 但即便如此 与莫德红有着狼兵之称的部队对上也没有胜算 日军几次强攻胎儿庄都被莫德红率领部队击退了 虽然莫德红几次击退日军 但是莫德红的部队中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伤亡 这让莫德红觉得不能再被动等待 一定要主动出击 战斗拉响后 莫德红先让防御部队展开猛烈进攻 之后莫德红便亲自带着剩余的士兵向日军发起了冲锋 日军在我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残害中国同胞 这些士兵们心里早就恨死日军了 所以接到莫德红的命令以后 士兵们一个个凶狠地冲上前去 有的举起机枪朝着日军扫射 有的拿着大刀追着日军砍 这凶狠的气势让日军的指挥官都为之震惊 他们本来想用大炮和坦克打败莫德红的部队 没想到现在却被这些士兵的凶狠和勇猛所折服 就这样 日军被莫德红打得溃不成军 四散逃离 莫德红并没有让部队去追击日军 而是占据了有利地形 对四散的日军进行伏击 到了晚上 日军果然派出了一支千余人的增援部队 想要打莫德红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没想到莫德红早就布置好了一切 莫德红早就安排好了部队埋伏在两侧 等到日军踏入包围圈之后 埋伏在两侧的部队就立即对日军展开攻击 就这样 日军被莫德红打得落花流水 仅有百余人逃了出来 这些日军逃到了胎儿庄附近的一座寺庙里 莫德红带领士兵一路追击 日军这些残兵败将 见识到了莫德红的凶猛 他们想活命 于是就想向莫德红投降 因为国际条约不能杀俘虏 所以当莫德红带领着士兵包围这座寺庙时 那些日军举着双手排着队走了出来 这些日军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留下一条命 但是没想到莫德红在让士兵清点完他们的人数以后 就下令砍了他们的头 因为莫德红知道 这两个日军部队的人作恶多端 罪行庆竹难输 让国人悲痛不已的南京大屠杀 这两支部队也参与其中 所以莫德红哪还管什么国际条约 下令将这些日军扒光衣服再砍头 那些日军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个被砍头 吓得痛哭流涕 但即使是这样 莫德红也不会饶了他们 莫德红一共砍了132名日军 砍头之后 莫德红还觉得不解气 又让士兵把这些日军肢解了 把他们扔到荒郊野外喂狗 中国狠人将军下令怒砍日军中将和132名日军的头颅 日军战败后还将其告上了军事法庭 而最终法官却不敢杀他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等日军后续的增援部队赶来时 看到满地的残肢 还有头颅都吓得呆住了 之后 这支日本的部队便把莫德红的所作所为 报告给了日本总部 在日本投降以后 日本还在军事法庭上状告莫德红 或许是法官也觉得日军的说法太过于可笑 怎么你们残害中国人就行 莫德红只是斩杀了几名日本士兵就不行了呢 所以军事法庭以日本非法侵略他国领土为由 驳回了日本的请求 事实上莫德红这样的做法 是给所有的中国人狠狠给出了一口恶气 除了胎儿装战役以外 莫德红所率领的部队还立下了许多大功 在之后的作战中 莫德红的部队还击落了一架日军的飞机 那架飞机里有12个日军 12个日军全部毙灭 那死的12个日军里 其中有一个还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 总田宫大将 总田宫大将的死 也让日本后续侵略中国的计划彻底瓦解 莫德红部队杀死总田宫大将的消息 鼓舞了其他部队的士气 其实莫德红将军会有如此凶狠的性格 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莫德红将军是广西人 同样是穷苦出身 莫德红的祖上都是靠种地为生 到了莫德红父亲这一代也无例外 家中收入本就不多 父亲的去世更是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莫德红家中有两个孩子 他还有他的姐姐 这就代表着莫德红的母亲 一个人要养活两个孩子 当时莫德红和他的姐姐年龄都还很小 无法为母亲分担 在母亲的辛勤劳作下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但是因为生活条件不好 导致缺少营养的莫德红 各自要比同龄人矮小很多 这也导致同村的孩子 把莫德红当成了出气筒 时常过来欺负莫德红 但是莫德红可不是一个 只会任人欺负的笼包 在同村孩子的欺凌下 莫德红逐渐学会了用拳头反击 凶狠的性格也逐渐养成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 莫德红是一个有血性的人 小时候 莫德红的母亲忙着干活 经常不在家 一般都是莫德红的姐姐来照顾她 所以莫德红和姐姐的感情很是深厚 稍大一些后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 莫德红的姐姐 嫁给了当地的一户富贵人家 有了姐姐丈夫的帮衬 莫德红家里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不少 在姐姐的努力下 莫德红成功地进入了 私塾读书 没想到莫德红在读书这件事上 十分有天赋 莫德红十分优秀 所以教书先生也非常喜欢她 但是教书先生的喜欢 却让莫德红遭到了 私塾里其他孩子的欺凌 由于私塾里读书的孩子 大多都出自同族 所以十分排斥莫德红 这个外来的孩子 看到莫德红受到 教书先生的喜欢之后 这些孩子更是抱团孤立她 欺负她 1938年 莫德红将军下令斩首 132名日军 随后日本还痛斥称 这个中国人太残忍 而且后来还将莫德红将军 告上了军事法庭 那么最终法庭做出了 怎样的审判呢 莫德红怕自己反抗 会连累自己的姐姐 所以一直默默忍受 这些孩子的欺凌 没想到 莫德红的忍耐换来的是 这些孩子变本加厉的欺凌 教书先生是一个 十分稀才的人 他怕可惜了 莫德红这个好苗子 于是就对莫德红说 不要在这里了 去外面闯荡一番吧 之后 莫德红就成为 桂系军队的一名小兵 因为莫德红之前读过书 军队里正好缺少这样的人才 所以莫德红进入部队后 很快受到了重用 虽然莫德红受到了重用 但是部队的其他人 还是认为莫德红没有前途 因为当时桂系军队里 腐败十分严重 像莫德红这种 没学历没背景的人 是没有前途的 但是莫德红不仅在读书方面十分优秀 在军事方面也十分有才能 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莫德红屡屡立下战功 所以莫德红先是被提拔为了排长 后来又升为了团长 其中让莫德红大受赞赏的 就是龙坛侠剿匪 当地的土匪串通了当地的地主恶霸 让这些地主恶霸 给他们通风报信 也正是因为这样 当地政府派出的剿匪部队 全部失败而归 这让政府丢了好大的脸面 当地政府对于龙坛侠的土匪十分头疼 这时候 有人推荐让莫德红带兵去剿匪 因为莫德红在那时还是一个新人 所以政府十分怀疑莫德红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行 但当时政府已经没有人可用了 只能派莫德红前去剿匪 莫德红也不是一个只会带着士兵冲锋的莽夫 他懂得运用策略 所以莫德红先是找了之前政府派去剿匪的部队 询问这些土匪运用了什么作战策略 在得到明确的答复之后 莫德红心里明白 要想打败这帮土匪 就得先把他们的眼线抓起来 于是莫德红出发前去剿匪的时候 故意经过了当地的村庄 进村以后 莫德红就让手下的士兵 把村里的地主恶霸全都抓了起来 并且莫德红还威胁这些人 不准去给土匪报信 谁要是敢去报信就要了谁的命 到了前线以后 莫德红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屡屡立下了战功 之后莫德红还参加了北伐战争 莫德红将军砍下日军头颅的事 虽然在国际上有争议 有人认为他的行为太过于残忍 也有人认为莫德红的行为无可厚非 因为日军也残害了很多中国人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莫德红将军做出的贡献 莫德红将军在战场上表现出色 多次率领部队取得重大胜利 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始终坚守在抗战的最前线 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浴血奋战 总的来说 莫德红将军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既有辉煌的战绩 也有争议的决策 但无论如何 他都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值得我们铭记和尊重